面临的压力过大的话 很可能会无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教材的描述 首先是通过询问管理层本程序 了解用于评价被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标准 有助于注册管理师考虑 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衡量标准 是否会导致被审单位 面临实现业绩目标的压力 我就要看你压力大还是不大 因为在我们第13章 讲到我们舞弊有一个三角模型 压力 动机 然后呢 机会 还有我们的态度和借口 那压力和动机往往就是我们的首要因素 如果被审单位 它的管理层面临过高的压力 那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舞弊 好 接着看 这些压力可能促使管理层采取某些措施 从而增加于发生 由管理层偏向或舞弊导致的 错报的可能性 此外外部机构或人员 也可能评价和分析被审单位的财务业绩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获取这些可公开获得的信息 以帮助进一步了解业务并识别相矛盾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提到我们注册会计师了解他的财务业绩的衡量的时候 一方面是从他内部了解 看看你们今年制定了一些KPI的指标 对吧 这是一种途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外部的机构或人员 如分析师啊 你看上市公司 那经常就有各个这种券商的分析师 一些机构的分析师 一些公募私募的分析师 就会对这家 这家公司 他整体的一个业绩 他的一个情况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分析 以及信用机构 新闻和其他媒体 税务机关 监管机构 商会有资金的提供方等等 我们可以从这些途径去获取一些外部的信息 然后外部的信息和内部的信息呢 互相做一个比较 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因为有矛盾的地方 往往意味着可能就有风险 可能就是我们审计的一个切入点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了解的主要方面 在了解被审单位财务业绩衡量和评价情况时 作成管理师应当关注下流于评价财务业绩的标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关注哪些标准 第一个是关键业绩指标 财务和非财务的 那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听到的KPI指标 关键的比率 趋势和经营统计的数据 第二是同期的财务业绩的比较分析 我跟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如果和去年相比增加的幅度特别大的话 往往可能有问题 好 接着是预算预测差异分析 分布信息与分布部门或其他不同层次的业绩报告 那我们拿到它的预算 它的预测 然后看看它的预算预测和实际的情况之间 出现多大的差异 如果差异过大的话 往往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员工业绩的考核和激励性的报扯政策 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 尤其是高管类的 它的一个考核和激励的政策 如果它的这个激励政策定的特别的高 如果你完成我们相关五个重要的KPI指标 然后今年你可以拿到年薪300万 但是一看这五个KPI指标定的都非常之高 而这个薪水呢也很高 这时候管理层就容易铤而走险 容易舞弊 所以对此我们一定要了解 然后被审单位和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 那为什么要和竞争对手做一个业绩比较呢 主要是看有没有异常点 假如说我们现在审计假公司 它在行业当中呢 是属于总领头羊的地位 然后它每次 每次和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PK的时候 往往都能赞上分 它的市场份额占比较高 以往每年基本上它都能占比60% 而其他的竞争对手一大堆只能占比40% 但如果今年 它的这个市场占有力一下升到了8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考虑 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有力的措施支撑它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种就是事出反常 对吧 事出反常必有要 我们就要高度关注 往往很可能和舞弊相关 那接着是关注内部财务业绩衡量的结果 与内部的财务业绩衡量相关的信息 可能显示财务报表存在的错报 这点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 因为这个财务业绩的衡量 KPI指标的一个停价和考核 往往会直接关系到我们高管的薪酬 如果它的压力过大 它很容易导致舞弊 所以我们对此一定要关注 第二 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 被审单内部财务业绩衡量所展示的 未预期到的结果或趋势 管理层的调查结果或纠正措施 以及相关信息 是否显示财务报表可能存在 重大触报 那么这段话其实也是说的 要关注一些异常 假如说被审单位 在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预测 预测是今年的收入增长 是30%左右 因为今年疫情放开了 然后呢 国家也大力的自己消费 对吧 提振我们消费的信心 因此它做了这样一个预测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一看呢 它的一个增长达到60% 那么如果增幅这么大的话 我们看看贝审 但是他们对此 是如何进行考虑 如何进行评价的 它的评价 它的考虑是否站得入脚 是否合理 而如果我们看完以后发现 它分析的非常 富皮潦草 那这中间可能就有猫腻 有可能是舞弊 有可能是造假 有可能会本市财报表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 考虑财务业绩 衡量指标的可靠性 那这点说的什么 如果你利用 被审计单内部信息系统 深深的财务业绩 衡量的指标 注册款机是应当考虑 相关信息是否可靠 以及利用这些信息 是否足以实现 审计目标 那么这一点 是我以前再三 再三给大家强调的 这也是做审计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了 只要你要用被审计单位 给我们提供任何的信息 资料 数据 必须必须要验证 它是否可靠 千万不能拿来就用 绝对不能拿来足以 好 这又说到 一定要验证 它的可靠性 接着看第二点 如果注册会计师计划 在审计当中 利用财务业绩指标 应当考虑相关信息 是否可靠 以及在实施审计程序时 利用这些信息 是否足以发现 中大错报 那么就再次强调 你如果要利用 它的财务指标 那一定一定要考虑 它是否可靠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小型单位的问题 小型单位这一块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从我们考试的角度来看 我们考试的时候 主要考的是上市公司 大型的企业集团 对这种小的单位啊 小的民企啊 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不怎么设计啊 所以我们简单的过一下 就可以了 小型被审单位通常没有正式的财务业绩衡量和评价的程序 管理层往往依据某些关键的指标作为评价 财务业绩和采取适当行动的基础 作策会议是应当了解管理层使用的关键指标 这就强调 我们要了解它的关键指标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提示 作策会议是了解被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是为了什么呢 这里再次提示是为了考虑管理层是否面临实现某些关键财务业绩指标的压力 我们去了解这块还是看看它有没有可能舞弊 还是看看它是否面临的过大的压力 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往往就很容易导致舞弊 第二了解管理层认为重要的关键业绩指标有助于注册会议 是深入了解被审单位的目标和战略 那这个关键业绩指标和目标战略往往也是紧密相关的 它的目标和战略 那要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具体指标的考核上对吧 因为我们的考核指标往往是指挥棒呀 接着第三在评价管理层是否存在歪曲财务报表的动机和压力时 作策会议是还应当考虑可能存在其他管理层 在面临重大压力时可能存在粉饰财务业绩的其他情形 那我们教材呢就举例了很多的情形 我们现在呢大概再过一下就可以 这块内容我们读一下就行 你看完这些以后呢脑子有个印象 如果万一在我们的主观题当中考到了 你要知道哦 这块有可能管理层会面临过大的压力 有可能会舞弊 下面我们来过一下 企业或企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是否可能被出售 好如果他有可能被出售 我们要想他为什么出售 是不是因为现在资不抵债了 对吧断币求生 如果资不抵债断币求生 那很可能这家单位 他的舞弊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业绩压力太大了 管理层是否希望维持或提升企业的股价 或盈利的趋势 而热中采用过度激进的快捷方法 他为了让他的股价提升的越来越快 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的出货 因为有很多的管理层 他们往往是什么 他们股票是限制出售的 可能到了三年或者五年的先售期满了 他想怎么样 他想赎回 他想变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很可能想拉高股价 如果他要拉高股价怎么做 往往都很可能会操纵 我们的利润 粉饰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要注意考虑 然后基于纳税的考虑 股东和管理层是否有意 采用不适当的方法 是盈利最小化 这就是像偷税漏税 少交税 企业是否持续增长 和接近财务资源的最大限度 而如果已经接近财务资源的最大限度的话 那么往往意味着增长乏力 而如果他又面临极大的压力的话 很可能就会舞弊 然后企业的业绩是否急剧的下降 是否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的话 往往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舞弊 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可分配利润 或现金流量 以维持目前的利润分配水平 你看有一些上市公司 像隔离空调 像长间电力 这都是比较喜欢分红的一些企业 对吧 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 特别爱分红的企业 哪一年不分红了 那股民们可能就要纷纷开始质疑了 对吧 因此对这样的企业 我们要关注一下 它有没有足够的可分配利润和现金流量 如果没有的话 和以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们就要考虑 它的风险是不是很大 如果公布欠佳的财务业绩 对重大味觉交易 是否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你看我们现在假公司 正想要合并以公司 想把这个以公司白富美合并进来 让自己的体量更大 让自己的业绩更好看 对吧 但如果现在我们假公司 即将公布的财务业绩 指标一个比一个难看的话 很可能对方不让他合并 对不对 白富美不愿嫁过来了 所以对此我们要考虑 然后接着 企业是否过度依赖银行的借款 而财务业绩 又可能达不到 借款合同对财务指标的要求 企业的流动性 欠佳 特别特别的缺钱 然后想从银行借款 但是银行借款的时候 往往都是什么 闲贫爱富的 对吧 因为我们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 他要盈利呀 他要考虑风险的问题呀 对吧 所以他对这个企业的各种财务指标 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如果我们假公司 满足不了银行 借贷的相关的指标要求的话 他很可能会舞弊 所以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 下面呢 我们来做 例题 在了解被审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时 下列各项中注册会计是可以考虑的信息 我们来看 可以考虑哪些信息 那其实在考虑信息的时候 一定是多渠道考虑 内部的外部我们都考虑 对吧 经营统计的数据 这要考虑吗 要考虑 然后信用评级的机构报告 那信用评级的机构报告 原来给他们的评级比较高 现在调低了 比较小 那有可能这家单位的经营的情况恶化了 然后信用的级别下降了 因此我们要考虑 它的风险可能很大 所以这个也是 然后证券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 各种分析师的分析报告 我们要考虑 员工业绩考核和激励性的报酬政策 自己也要考虑 因此这道TABCD都要考虑 我们一定要多取到 然后各种来源 去获取被审单位相关的信息 因为我们在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全面 越广 往往我们评估出来的分析是越恰当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会计政策和变更 会计政策的原因 那这是我们了解三方面的第二大方面了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半天 那是我们三方面的第一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里面包括了把销点 我们现在要进入的第二块了 三分之二了 那对这块内容呢 你看我打的是一颗星熟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会计政策以及会计政策 变更的原因 并评价被审计单位会计政策是否适当 是否与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一致 这块我们是一定要了解的 因为我们来审计被审计单位 它的财务报表 首先要看它的编制基础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我们要看你用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小企业会计准则还是政府会计制度 如果你的会计政策发生了变更 我要看一下你变更的是否适当 你是不是为了操纵利润 为了粉饰报表而变更 还是符合客观的情况变更的 并且我要看一下你这个变更 和你的编制基础是否是一致的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要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了解时需要考虑的事项 那我们了解的时候要考虑什么呢 第一块我们要考虑 被审计单位与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相关的财务报告的实物 那这块呢 是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根据这家单位的具体的情况 来进行考虑的 如快捷的政策和行业的特定的惯例 包括特定行业财务报表当中 相关交易类别 账户余估和披露等 你看每个行业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特定惯例 就像是我们建筑行业 他往往要估计他的收入成本 完工的进度对不对 你看我们银行 他的贷款和投资 都有他一些特有些处理的方法 还有医药行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等等 这些我们都要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块是收入的确认 他采用的是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然后第三 金融工具及相关信用损失的快捷处理 他对金融工具 他用的多不多 如果用的非常之多的话 那么他对这一块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丁确认丁处理的 还有如果他出现了信用损失的话 他又是如何确认和处理的 以及第四 外币的资产负债和交易 假如说这家单位存在中大量的外币 有什么新加坡币 有我们德国的 有我们日本的 有美元等等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 他的外币的处理是否和相关的规定 接着第五 异常和复杂的交易的会计处理 那异常和复杂的 这种交易的一个会计处理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什么 新兴的或者有争议的领域 如这几年慢慢兴起的什么 比特币啊 各种新的一些货币 还有什么 还有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都开始加入什么元宇宙 对吧 买了元宇宙的资产 那么对元宇宙的资产 这块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你看这都是啥 这都是新的领域对吧 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的 一种处理的方法的这种领域 那么对此我们都要做一个了解 那第二了解被损单位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我们刚才是关注的是 他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报告事务 也就是看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小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政府会计制度 对这些是如何做规定的 还有呢 结合这个行业 他的一些行业的特性 这是我们了解的第一块 接着第二块呢 关注的是会计政策的问题 刚才是我们的财报和编程基础 现在是政策 因此我们从宏观慢慢进入围观 那我们来看会计政策的选择 和运用的事项 我们可能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个是 关键词是重大异常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被审单用于确认 计量和猎豹的重大和异常交易的 会计处理方法 如果被审单位 它现在有一个大额的 商与减值损失 而这个商与呢 以前些年度 从来就没有提过减值损失 但是在今年提了大额的减值损失 那这个时候 由于它是大额 所以它是重大的 然后由于以前年度都没有提 但今年一下提了 那我们就要考虑 它是否存在异常 它总处理对还是不对 那么以前年度是不是也应该提 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然后第二块是 在缺乏权威性标准的共识 有争议的信心理 采用重要的会计政策 产生的影响 就像刚才说的 什么比特币了 什么元宇宙了 以及现在出来的这个 Chat GPT了 假如说 我有相关的这些资产 或者我对此做了处置 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置 你看这都是新兴事务对吧 我们会计准则 当中还没对此做出 非常明确的归影的话 那它到底是怎么进行处理的 这块的关键词是缺乏标准 争议或信心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块 第三块是环境发生了变化 那例如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变化 或者税收的一个改革 可能导致被随待会计政策变更 如果环境发生变化 让它做了会计政策的变更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 它变得有没有问题 因此第三点呢 关键点是变化 接着第四新颁布的财务报告准则 法律法规以及备训单位 何时采用 如何采用这些规定 那这个最典型的就是 我们的新租赁准则 我听到不少的学员 给我叫苦说的老师呀 那新租赁准则颁布以后 我们按新租赁准则来进行处理 发现处理起来太复杂了 天哪 毕竟不知道复杂了多少 对吧 你看这都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新颁布的快捷损则 好我们就要看一下 备训单位它已经能采用 它采用的对还是不对 这里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四点 第一个就是重大异常 第二是缺乏标准 争议或者这种新兴的 那么第三是变化 第四是新政 好对此呢 我们提炼出关键词 新种变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提示 这里的相关交易类别 账户运和披露是指什么 存在相关认定的交易类别 账户运和披露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 我们去看哪些账户 如果我们的存货 应收账款收入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等等 那一定是和我们的认定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围绕着 咱们的审计目标来 要为我们的审计目标服务 接着第二是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可能有助于注册款 是考虑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 预期发生变化的领域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对它的一个整体的环境 从上到下 从外到内做了一个了解 我们有可能就会发现 它的财务报告当中 有哪些地方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这样才能举了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如果被审计单位 本期发生重大的企业合并 我们在跟他们的这个 总经理聊天的时候 说呀 我们单位这两年呢 要大力的扩张 然后呢 我们要并购我们行业当中 有几个比较好的企业 你跟总经理聊天的过程当中 得知了这么一个信息 你就要想 他如果这个并购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财务报表 哪些项目 那很明显嘛 和我们并购相关的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那投资的收益 那这样的报表项目就会受到影响 好 因此我们接着看 那注册款机师可以预期 该类合并相关的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批路会发生变化 也许以前长头 余额是零 但今年长头可能就是余额了 接着相反 如果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在本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则作策款机师了解可能有助于其确认上期获得的了解 仍然实用 那么后面一段话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以前年度 也就是去年前年 因为我是连续省计嘛 那我去年前年了解的情况 我看看今年可能还是实用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两点提示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真题 稍微做一下修改 现在有关注册会计师了解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我们来看那个错 A 如果财务单位变更了重要的会计政策 注册会计师应该考虑 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否能够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所以个说法没问题 假如说我们发现 财务单位它某个会计政策变更了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它这个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否是合理的 它是不是为了变而变 如果它合理的话 它就能够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对吧 但有的时候呢 它通过把会计政策稍微变一下 这样来操纵我们的利润 来粉饰我们的财务报表 因此我们对此一定要关注一下 一定要评价一下 好 我们的A的说法是对的 接着B当新的会计政策颁布实行时 作词会计师应当考虑 被审单位是否应采用 新的会计政策这个说法没问题 因为我们一个新准则颁布以后 我们一定要考虑被审单位它该不该用 那我们的新的准则都规定了明确实时的一个时间 对吧 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时间 被审单位还没用的话 那么它这种处理是不对的 我们就给它指出来 要求它做调整 C 在缺乏权威标准或共识领域 作词会计师应当协助 被审单位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 我们应当协助吗 注意 我们不应当协助啊 因为我们是审计它 我们审计一定要独立于我们的 被审单位以及第三方 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 注意啊 那我们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如果碰到这种权威性 缺乏权威性标准或共识的领域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当关注 要考虑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因为这类网络意味着风险比较大 好 而不是去协助啊 这里要注意 那接着D 作词会计师应当评价 被审单位的会计政策是否适当 这个说法也没问题 因此这个错的是我们的C 注意 我们是来做审计的 我们不是他的财务顾问 如果财务顾问的话 写住一下是没问题的 给他提供相应的咨询对吧 而我们现在来做审计的 我们不应当协助啊 对 要注意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三点 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如何影响认定 抑郁发生 错报的可能性 那么这块内容 注意啊 重点掌握 我打了三颗星 必备必计 你看前面内容 几乎都是一颗星 熟悉对吧 什么叫熟悉 我在我们的前当中 给大家说了 嗯 它主要是考多选题的 而一颗星 说明它的重要程度 不是那么的高 那我们前面的内容呢 大家下来多读读讲译 多听听课 然后把一些基本要点记住 基本上就能够应对 我们的考试 比如我们的单选题 或多选题 而我们现在这块内容呢 一定要重点击 因为这是我们第七章 变化的核心部分 好 我们的第七章呢 是按照新修订的 1211号准则 做了一个全面的改写 那我们的1211号准则 它修订的主要的内容 为哪些呢 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 这块是补充的 不需要掌握 是便于大家理解用的 该准则主要针对 风险评估的程序 流程和方法 做出了规范 本次修订在坚持 风险导向审计的基础之上 主要是这四点 看我们这次准则的修订 主要体现这四点 第一个 完善了对了解 备训单位的有关要求 补充了与信息 技术相关的规定和指令 好 由于我们现在是一个 大数据的时代 未来要进入 人工智能的时代 对吧 那么对我们新技术的 依赖动静是个高 所以呢 对这块做了一个补充 接着第二点 明确了分别评估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要求 注意啊 这是核心 这是核心 在我们第七章 体现的是一会明显 我们再讲第一章 我们的重大错 风险的时候 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那么在那块 实际上就稍微点一下 而在这里 我们就要具体开始评估了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的固有风险的因素 因此 这块是我们第七章的 核心重点 那接着 第三提出了 在风险评估流程的最终阶段 进行总体评价的要求 这在我们后面内容当中会提现出来 第四 针对在识别和评估重大 数据风险的过程中 如何保持职业怀疑 做出了进一步规定 并提供了指引 那么第四点就是强调职业怀疑 并且又给了一些具体的说明 在哪些地方应该怀疑 那从这就会看出来 我们新修订的这个风险评估的准则 写的更接地气了 更提合实物了 更加实用了 好 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当中的第二点 明确了分别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要求 那这是它的这次变化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 所以同学们对这点一定一定要高度的重视 一定一定要掌握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总体的要求是应当了解 在了解被审员待遇及环境和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时 作词会计时还应当了解被审员待遇 在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时 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各项认定 异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了解 它财务报表的一个编制基础呀 我们看看它用的是企业会计准则呀 小企业会计准则呀 还是政府会计制度呀 对吧 这是我们的编制基础 然后我们在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有哪些 从这个编制基础当中 我们就会考虑有哪些固有风险因素 然后考虑完这个固有风险因素以后 我们要看看 它是不是容易发生错报 然后从而便用我们来识别和评估风险 好 它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关于我们固有风险的一个顶层的逻辑哈 什么叫固有风险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过 所谓的固有风险是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它天然特性带来的一种风险 你看我这张图 那我如果开车的朋友一眼就能看明白对吧 如果不开车就稍微解释一下哈 假如说我们现在交警 然后对我们发生了各类的交通事故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这交通事故 它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有以下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第一个疲劳驾驶 这点最容易在什么司机身上体现的最明显 长途司机对吧 你看它长途运输 由于长途运输一直都在高速公路上 持续的这种驾驶 比较单调枯燥 时间又比较长 这时候可能开着开着车就睡着了 假如说这是第一个因素 疲劳驾驶 那么第二个因素 酒驾 现在的酒驾查得非常的严 好第三个因素 可能是我们这个驾驶员 他的技能是不过关的 当时考驾照的时候 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考的 有可能对吧 好第四个因素 可能跟道路的一些特点有关系 如现在他经过了村庄 那么村庄容易出现什么 可能开着开着 突然一头牛闯出来了 突然开着开 一个小孩子闯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种就容易发生事故 还有你看中间这个 再走呢 这边是我们的路 路又比较窄 那边又是水 如果这个司机不是老司机 经验不是特别丰富 很可能开着开着 不小心就掉到沟里去了 这是第二种路 那第三个这是什么 这是在学校附近 对吧 那我们从这三个交通标识 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处在这样的地段 以及你看上面这个 这都是什么事故多发地段 对吧 那么这种事故多发地段 就特别容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而这几种情况 如在村庄附近 在学校附近 在这种 有这种水 有桥路 有特别窄的这种地段 那么 它的这种交通事故 发生的概率 就比普通的这种宽宽的马路 高很多很多 那这些因素和我们的司机师傅 他开车的技能有关吗 技能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吧 往往 那么这一类因为路的因素 它就是一种什么 固有风险 是因为这个路段的特性带来的 而我们审计当中 所说的固有风险是 不考虑任何的控制 不采取任何的措施 然后呢 你的天然特性带来的风险 那对我们的固有风险 我们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评估呢 那在我们收当中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这块内容补充的 大家不需要掌握 主要是便于大家理解 我们教材讲的内容 好 第一种方法叫 风险因素 分析法 你看 我们 这里讲到 我们在了解 它的编制基础的时候 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 对吧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要识别 有哪些固有风险因素 好 第一种方法就是 风险因素的分析法 那 风险因素的分析法 那它一般是为这么几步 第一步就是 我识别风险的源头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风险 是一种普遍性影响的风险 还是特有的风险 你看 就拿我们这个交通事故 它的一个因素 分析出来 像这个多发事故的地段 它就是一种风险 对吧 好 那我们审计当中 哪些是具有普遍性影响的 哪些是具有特有影响的 如果管理层不诚信的话 很可能我们整个财务报表 哪个报表项目都可能出问题 对不对 这玩意就是普遍性影响 如果管理层舞弊的话 也是具有普遍影响的 所以我们要识别风险的源头 看它是普遍性的 还是特有的 那特有的玩意就是影响一个 举个最简单的 你看现金它的流动性很强 对吧 人民币人人都喜欢呀 那如果人民币放在那里 很容易丢呀 对吧 那我们现金相对来说 它的丢失的风险 就被那种大的固定产 丢失的风险 要大一些 所以这就是啥 这就是我们考虑 某一个报表项目 它的特有的影响 好 这是我们识别风险的源头 然后识别完风险源头之后 我们还要识别风险 转化的条件 你看我们刚才说 我们的普遍性影响当中 管理层不澄清 或者说舞弊 那它什么情况下 就可能会造假 管理层如果现在面临的 非常大的经营的压力 因为它现在面临的是 一片红海的市场 而且呢 因为疫情影响的因素叠加 那就让它的压力爆棚了 本身它就不是太诚信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它就具备了 这种条件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看它的条件 转化是否具备 如果我们评估下来 它是完全具备的 那么这种 发生舞弊的可能性 就极大 所以我们要评估风险 发生的后果 我们要评估一下 它发生舞弊的可能性 是极大 还是很可能 还是一般 还是很低 对吧 那往往我们就评估出来 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不诚信 另外呢 现在的外部的环境 压力有极大 所以说 它发生的可能性就极高 那最后 做风险的评价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评估出来 嗯 这家单位 很可能无比 我们一定要 小心 谨慎的应对 好 这是采用的 风险因素的分析法 那重点是先看 有哪些 风险因素 已经识别 风险的源头 是什么 这个呢 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 是模糊 综合评价法 这方法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我们刚才的 这种分险因素 分析法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 是吧 主要是找一下 它的源头 有哪些因素 哪些是普遍的形象 哪些是特有影响 然后我们来看 有没有 转化的条件 它是否具备了 那最后来评估 它有没有可能发生 而我们的 这个 模糊综合评价法 和特尔菲法 这两种方法 实际上就是 在我们第一种 风险因素 分析法的基础之上 做了进一步的细化 也就做一些定量的评价 我领出十个指标 和八个指标 然后对每个指标 进行量化打分 然后最终确定下来 好 这就是我们 食物当中 最常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是最最常用的 那我们通过 分险因素分析法之后呢 分析出来 那最终就可以得到一个 类似于我们 企业的红尘蓝黄 四色安全分险空间分布图 这样一个结构 你看 我们某一个企业 对它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做了一个 全面的一个分析 好 对它整个厂区 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你看 如果是红色的区 就意味着 它发生安全事故的 风险是 这种概率是极大的 好 如果说是橙色的话 那么就是 比较大的 那接着是 我们的黄色呢 它就属于一般 而蓝色呢 相对来说 就比较安全的 那从这样一张 企业的红黄尘蓝 四次安全分险 空间分布图 那这样呈现在 我们的 企业的车间 或者说我们的 领导的办公室 让我们领导 在做管理的时候 就有针对性的管理 对中高分险的区 叫高度的重视 叫高标准 严要求 叫给员工赛三的强调 你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吧 而对中低风险的领域 那我们按常规的操作就可以 那同样 我们用这种因素分析法 分析完了以后呢 我们对我们财务报表的 每一个项目 我们都给它做一个评价 它是极高的风险 还是较高的风险 还是一般的风险 还是低风险 而我们它分一个层次出来 对每一个报表项目的 它的固有风险 我们都是分别进行评价的 因为我们财务报表的 每个项目 它们的固有风险 是不一样的 有的固有风险就很高 有的固有风险相对就比较低 我举例子 大家都知道 项目的会计估计 如果涉及到会计估计的 这样财务报表项目 一般来说 它的分险就比较高 特别是像我们的什么 商誉减值这一类的 那分险是极大的 对吧 所以我们根据 对这家单位的 每一个报表项目 然后结合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小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的规定 我们来评价 这个报表项目 它到底是极高的风险 还是较高的 还是一般的 还是低风险 这样我们对我们的 财务报每个项目 都有颜色标出来之后 我们在后期 做风险应对的时候 就能够有敌方式 就能够对症下药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 并大家理解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 我们教材的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原因 了解被审单位 及其环境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有助于注册快据识别 可能导致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认定 异于发生 错报的固有风险因素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它的财务报的编制基础 我们就要识别 哪些容易导致发生错报 看看在当中 有哪些不有风险因素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看我们的企业 它有准则明确规定了 会有事项的一个处理 比方说是很可能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它应该在我们报表当中确认 对吧 如果说是可能的话 那不需要在我们报表当中确认 但是要在附阻当中披露 好 这是我们准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的 那从准则这个规定 你就会看到 它有很可能 然后有可能 还有基本确定 那由于它分为几个维度 那么这种可能就有一个概率的 一个估计的问题 由于有一个概率的估计 那这样的话 往往它的主观性是比较强的 是不是 所以对于这种存在 我们或有事项相关处理的报表项目 往往它的风险就较高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财务报的编制基础 然后来识别有没有导致 我们亦发生错报的这样的 固有风险因素 那我们来看 固有风险因素 可能通过影响什么呢 第一 错报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 错报发生 其可能的重要程度 从这两个维度里影响 从而影响 异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而如果 有这种固有分析因素 它具备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不确定性 这种主观性 对吧 如果它具有了不确定性 具有了主观性 那而且 它有极可能会发生 也就是 它的重要程度相对比较高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这家单位 发生错报的概率就极高 风险就比较大 这样便于我们做 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 了解固有风险因素的重要作用 有三点 我们来看 哪三点 第一 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如何影响认定 因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有处于注册款机 是初步了解 错报发生的可能性 和重要程度 并帮助注册款机 是按照规定 识别认定层次的 总大错报风险 那这里就提到 我们去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我们后面会想讲到 有什么不确定性 有主观性 那我们了解到这些 不确定性 主观性 那我们了解完了以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容易识别 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 那接着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认定 易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还有助于注册会计 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评估固有风险 评估错报发生的可能性 和重要程度 你看我们的第一步是 帮助我们做识别 第二步帮助我们做评估 那第三了解固有风险因素 也可以帮助注册会计时 按照规定设计和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的三个作用 分别就是 有利于我们了解 有利于我们识别风险 有利于我们评估风险 有利于我们设计和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也就是有利于我们应对风险 总之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 固有风险因素 关键是 便于我们做风险识别 评估和风险应对 接着我们来看 注意事项 注册会计师对认定层次的 重大作用风险的识别 和对固有风险的评估 也可能受到 其从实施的其他风险评估程序 进步审计程序 或满足相关审计则 其他要求而实施的审计程序当中 获取证据的影响 那么这里就说到 我们做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时候 不能光考虑一个 固有风险因素 因为这其实只是我们考虑的 各种因素的来源之一 我们一定要全面综合的考虑 然后最终做风险识别评估 好 我们刚才呢 说了半天固有风险因素 那究竟哪些固有风险因素呢 这里注意 一共有五点 这五点大家一定得要记下来 这一块特别容易考客观题 那分别是复杂性 主观性 变化 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 这五点必须记下来 下面我们对五点 固有分析因素 做一个一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因素 复杂性 那什么是复杂性呢 其实很好理解了 由信息的性质或编制所需 信息的方式而导致的 包括编制过程 本身就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举个最简单的 合并报表 编制是不是非常复杂 是吧 他就把两个报表 按照我们合并报表 相关的一个准则要求 然后一一做合并 那这就很复杂 那我们教材当中 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计算供应商反例准备 这是因为呢 计算供应商反例准备 可能有必要考虑 很多不同供应商 签订的不同商业条款 或计算到 到期反例相关的 很多相互关联的商业条款 那么这一点说明什么 我们可能跟供应商 A供应商 B供应商 C D 我们的这种 反例的条款都不一样 那条款都不一样 要求不一样 如果我们在算的时候 不仔细不小心 就很容易算错 接着第二 如果在做出会计估计 存在许多具有不同 特征的潜在数据来源 你看我的数据来源 它们特征都不一样 那么该数据的处理 涉及到很多相互关联的步骤 第一 数据很多 它们特征不一样 而且它们的 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 因此 这些数据本身较难识别 获取访问了解和处理 这样的话 相对来说 就比较复杂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影响或者举例 如果复杂性是 固有风险因素 那么信息编制 可能固有的需要较复杂的过程 并且这些过程本身可能难以执行 因此执行这些过程 可能需要专业技术和知识 并可能需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好 那我们这里就说明一点 假如说我们某些报表项目 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 管理层 它可能利用了管理层专家的工作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利用 相互专家的工作 最典型的就是 我们的减值测试 像商业减值测试 对吧 在商业减值测试当中 它有很多的种 不同特征的数据来源 并且在处理的时候 它们有相互关联的这种步骤 那这种技术性就比较高 难度就比较大 往往就会利用什么工作 利用我们资产评估师 这里专家的工作 好 这是我们考虑的第一点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因素 复杂性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因素 主观性 那主观性比较好理解 由于知识或信息的可获得性 收到限制 客观编制所需的信息能力 存在固有限制性 因此管理层可能需要对采取 适当的方法和财务报表当中的 相关信息做出选择或主观判断 你看我前面就说了 我们的会有事项有可能 有很可能 有基本确定 那么这都是按概率来的 那么这概率怎么弄的 往往需要我们管理层 它做出主观判断 对吧 由于编制所需的信息的方法不同 适当的运用 适用的采取报表编制基础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果它现在把它概率提高一点 那就成了很可能 如果它放低一点就成了可能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完全不同 对我们一个味觉诉讼来说 如果它认为很可能赔偿的话 那么这时候它必须要在我们报表当中 确认预计负债 如果它认为可能赔偿的话 那就不需要确认预计负债 只需要在我们付出当中披露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结果完全不同 那第三 随着支持和数据受到更多的限制 具有适当支持和独立性的人员 做出判断的主观性 以及可能的判断结果的多样性 也将有所增加 好 那么这里面讲到了我们主观性的三连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影响 如果管理层的判断主观性比较高 则由管理层偏向导致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也会有所提升 这里面就提出 假如说这个报表项目比较需要管理层的判断 而不是来自一些客观的实施 客观的数据 那管理层今年本来又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它还想完成它的KPA考核指标 想拿它的年薪 因此它就很容易在这种需要主观判断的报表项目上 动手脚 做文章 最终来达到它的目标 对吧 例如在做出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时 可能涉及管理层的重大判断 与方法数据 假设相关的结论 可能反映出管理层 互无异的偏向 这又说到了 我们的会计估计 往往就是这种 风险比较高的重灾区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 是变化 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随着时间的变化 背着你单位的经营环境 会计监管 所处的行业和经营环境当中 其他方面的事项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其影响反映在所需的信息当中 可能它去年市场非常好 而今年的市场一塌糊涂 一落千丈 因为我们一些新技术的出现 例如人工智能出现 对我们它原来的市场影响极大 那么这种变化 可能在财务报表的报告期间 或不同的期间 可能会发生 一旦发生这种极大的变化 那它的一个业绩如果完成不了 特别它的变化是这样的 大幅下降的这种变化 例如我们最近 我们的这个 如果要买车的话 可能会有感受 我们的这个什么新轮延车了 燃油车都开始大幅的降价 都开始什么 打价格战 那大幅降价打价格战之后呢 有很多的这种股民 就开始 有了这种悲观的语气 认为像我们的新能源车呀 或是新能源相关的股票呀 都前景不太好了 因此就开始纷纷抛售 一抛售这种股价 就开始大幅受影响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一种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举例 变化可能是由于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要求 被省单位 还有那业务模式 或经营环境的变化导致的 这些变化可能影响管理层的 假设判断 包括管理层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和如何确定相关的披露 如果一旦发生了变化 那可能他的会计政策 有可能要跟着变 然后也有可能 他的处理要跟着变 对吧 有可能他估计的结果要跟着变 因此我们要关注这种变化 会不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那接着第四个因素 不确定性 不能仅通过直接观察可验证的充分 精确和全面的数据 编制所需的信息时 会导致不确定性 你看 他的数据的来源 就是不精确的 可能就有多种来源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用运用具备的知识 并采用适当的方法 尽可能使用充分精确和全面的可观察数据 以及能够被最适当的可用数据 所支持的合理假设来编制信息 那么这里其实说的是一种最完美的状态 由于他的数据来源可能存在多个 那我们尽可能去采用那个可观察到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能从市面上取这种数据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靠谱一点 而不是从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途径 或者自己提供的这种数据 那这样的话 他的全文性是不太够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点 接着看原因是什么呢 获取数据和数据的 获取支持和数据的能力受到限制 其管理层不能控制这些限制 它往往会导致我们出现不确定性 你看 我现在想从市面上获取数据 但是发现从市面上获取数据 它的成本特别的高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我就不去获取的市面上数据 我就自己随便编一个数据 那这样它就往往会导致什么 不确定性 因为本身我的数据来源也有我内部的数据 有外部市面上的数据 对吧 有其他的途径的来源的数据 我现在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成本低的 对我自己有利的 好 那这样就会导致不确定性 接着看后续的影响 该不确定性对编制所需信息的影响 无法消除 这个结论注意记下 这个不确定性对编制的信息的影响 是无法消除的 那这一点在我哪里体现的最明显 就是我们的会计估计 我们在讲会计估计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 我们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可能有多个 它和其他的地方完全不同 其他的是钉是钉是钉 没有那么多花样对吧 但是会计估计不同 会计估计它天生带有不确定性 天生可能是n多个结果 所以这种影响它是无法消除的 我们来看教材的举例 如果无法精确确定所需的货币金额 并且在财务报表完成之前 无法确定估计的结果 则会导致估计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其实还是讲的 我们会计估计 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因素 那两类啊 第一个是管理层的偏向 第二是其他的5B风险 由于影响固有风险的管理层偏向 或其他5B因素 导致异于发生错暴的其他因素 好 这是我们两类因素 大家两类因素知道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管理层偏向 管理层偏向呢 是我们在会计估计审计的一张 要求重点关注的 往往容易考客观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管理层偏向的可能性 是由于管理层有意或无意 在信息编制的过程当中 为保持中立而导致的 它现在面临极大的经营的压力 你想让它保持中立可能吗 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个监督机制 它不太可能保持中立对吧 它一定会偏向对它有利的 它的手稍微松一点 它的KPI指标就完成了 如果它的手稍微紧一点 KPI指标就没完成 它KPI指标完成了 意味着它可以拿百万年薪 你说 它会怎么做 相信每个人都懂 对不对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产生的原因 接着看 发生特性及影响 管理层偏向 通常与特定的情况相关 这些情况可能导致管理层 在做出判断时 为保持中立 潜在的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从而导致信息产生重大错保 如果管理层是故意的 则导致无弊 那么这其实讲 如果它现在面临着 极大的经营的压力 这就是一种特定的情况 对吧 这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因素分析法 联系起来了 你看 现在它的外部环境不太好 红海 本身竞争就极其的激烈 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而内部对它的考核 有极其的严苛 指标特别特别高 你看它内外交困 这种情况下 它能目偏向吗 对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迹象 我们教材对管理层偏向呢 那提到了迹象 有动机压力和机会 影响固有风险 使管理层不保持中立的动机压力 以及机会 这都是相关的迹象 也就是我们在识别 它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这样的动机 如果它的年薪设则都特别的高 然后考核的指标又特别的高 那往往这种就有 就有偏向的一个动机 对吧 而接着是压力 如果它现在的市场竞争特别的激烈 那各家厂家纷纷在打价格战 你降十万 他降五万 他降十五万 对吧 他不得不跟着降 那这就面临着几大的压力 那接下来机会 如果他现在做会计估计 那会计估计 他天生带有不确定性 天生可能就有多个数据来源 天生会产生多个结果 那这时候 你说他怎么办 他肯定会选择那个 对自己最有利的 能够把自己的业绩指标 拉高的那种结果 所以这就是他的动机压力和机会 好 那我们接着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这是我们 1211号准则应用指南当中的 其他的固有分析因素 可能包括什么呢 交易类别 账会余额披露 在性质和经济方面的重要程度 看他是否重要 越重要 那越容易出现务必的问题 他的固有分险 相对来说越高 然后交易类别 账会余额披露设计的项目 成分众多或缺乏统一性 你看他的影响因素太多了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 还有呢缺乏统一性 没有一个标准 这时候他往往就容易操纵 对吧 好这是我们的固有风险的因素 这五大因素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下来 这五大因素是极容易考客观题的 倒不需要大家把这里面的剧情内容 一一把它记得特别的细致 这五大因素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复杂性 主观性 变化 不确定性 和其他因素 这五点记下来 这五点考客观题的概率是极大的 这五点考客观题的概率是极大的 这五点考客观题的概率是极大的